今集內容會有兩個部份 第一部份是講解我們透過什麼可以在瞬間觀察到一個人是怎樣 我們可以從中獲得多少資料 稍後看下去就知道 後半段會分享一些在你未完全了解九型人格 或者純粹是初學者、外耗者階段 你如何透過一些方法去判斷這個人是怎樣 起碼是中還是姦 一般我們月人有很多資料 第一個資料就是一個形象 它是一個什麼身形 高、肥、矮、瘦、瘦、很瘦、胖、又如何胖 後來我學了九型人格一段長時間之後 甚至將每個形的標準特定身形分類了 所以當我單憑他的標準 我會有一定程度的機會 可以判斷他是什麼人 然後他要穿衣服 穿什麼衣服呢 經過多年的研究 有一些衣著其實只是某些人會穿 這類衣著其他人也從來不會穿 非常有趣 穿什麼衣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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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什麼褲子呢 穿什麼鞋子呢 其實我沒有研究的 因為現在香港的髮型都來過去 然後他是人來的 他會移動的 首先就是他的站姿 他站在這裡的時候的狀態是怎樣 然後他會移動的 他要走的 例如我是面試官 假設各個敲門 開門 那我就看到他的肌肉 看到他的衣著 看到他的樣子 他的眼神等等 然後他會走的 他那兩步走在桌子上 坐下 那裡也是一個大量的資料 全部是可以閱讀出來的 這裡同樣大家是走的 大家穿著不同的衣服 雖然這張照片更傾向是 表達人在玩手機 但是不要緊也挺好的 例如這個人 我一看他會怎樣 我會立即傾向他在錄影 當然我不會說 就這樣一板打下去 他在錄影 不是的 只是給我第一次參考 他很大機會是錄影 然後我再問他 他有機會要說話等等 他要表達自己 他的眼神神色 說話節奏 用什麼聲音 全部都是一些資料 為甚麼呢 他帶了一頂帽子 當然他現在在玩手機 所以要去韓背 上集說 錄影的另一個特徵 就是韓背 背包 不過背包又不是特別長 這裡也有少許雙角 這件衣服 其實我都傾向 他是一件大馬衫 大了一個馬 穿這四角骨褲 就是錄影的標準 uniform 鞋子就讀不到 因為很多人都會這樣穿 鞋不穿襪 相反 這邊也有一種特別 一件很正常的 一件直腳的牛仔褲 鞋 這個有機會是來自五 也可能是九 這些全部是一些很快速 能夠幫助到我們閱讀者 去做參考的一些很重要的資料 其實同樣是穿五角骨褲 這個人的感覺和這個也有些不同 儘管牠拖著一隻狗 這些都是很有趣的 後來人家會知道 看面型 已經可以閱讀出哪個型 然後他的眼神 有些人的眼神是閃縮的 甚麼都沒有發生 但他永遠怕有人衝進來 或者衝上去打他 等等 也有些人的眼神雙目有光 然後到罪了 曾經有一段影片 有個老前輩做賭場 我要知道你是甚麼人 我和你說話 你一說話 你又表露了一些資訊出來 我有經驗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甚麼人 他不是說他是甚麼人 他只是帶出了 當一個人說話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更多資料 我們閱讀到 然後你問他問題 他是答過甚麼的答案 他是想還是回避 從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大量快速分析 六至七成的時候 其實單憑前面那些資料 已經可以大致閱讀出 他是甚麼人 當你甚麼心理學都不認識 在香港是一個嘲笑文化很嚴重的都市 很多人在成長的時候 因為自己的身形、面形等等 在學校、校園、甚至到社會都得不到公平的對待 因此這十多年就累積了一些不正常的思維 矮的人 過去一個非正式統計 大部分人都古靈精怪 那他是不是奸人就先保留 但肯定你要初次相識 你去一個新環境 或認識新朋友 如果這個是矮人 你就要留意多些 儘量不要這麼快表露自己 可能是五尺二寸以下 然後高矮、肥瘦 如果矮之餘 就像這邊這個小肥 那次講過六型人 六型人在香港這個都市 我所見八成的六型人 都是不健康狀態 是會有很多麻煩的事情 會帶給你 你跟這些人交心 即將心比明月的時間 你會遇到很多麻煩 如果矮而有肥的 你就要更加小心 旁邊這兩個標準身形 就傾向是正常一點的 如果高而瘦或標準而瘦 其實不是太害怕的 因為瘦的人 如果在矮人格內 其實來自九 可能七都會瘦 但這兩個在香港來說 七通常都是正能量的 無論在哪個地方 九就算負能量 也沒有任何供應性 所以不是太擔心 一 過去理解的一 其實也不會特別煩到人 他只是長氣 一開口便可以說六個小時 如果是你上司 天天唐真 唸經 都頗難的 如果你不喜歡聽人說話 如果又矮又瘦 其實都是來自剛剛那幾個型 但是三型會有機會有受感 下面會提到聲線 然後肥 例如林雪 在營墓面前 我理解的林雪 是一個健康的六型 然後何遠東 在營墓面前 我掌握資料不多 但他絕對是六型人 你會看到他們的狀態 幾個圓形面 圓形身翼 或者木桶的身翼 然後再提到一點 譬如陳換人也是六 你看到他健身後 他的身形也沒有改變 也是一個肥仔 升線的將來也大型說一集 這裡輕輕輕輕輕輕輕 最簡單就是 第一種狀態 就是整班人是聊天 理論上應該是用一個 自己最真實 自己最省力 自己最不需要 push energy 的狀態去說 這把我叫做真聲 我們最真實的聲線 就是一群大家都認識的 朋友 死黨 應該是用你最真的聲線 但有些人在這種場合 都是用假聲 你就要小心些人 因為在一個沒有必要用假聲的情況 他都用假聲 這些人肯定是有些問題 認識過一些人很多年 超過三年 從來沒有聽過他用真聲 他永遠都是用一筆假聲 有一種是尊重對方的假聲 就是譬如 我們問路 我們問價錢 尊重對方的假聲 這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就會有一種 叫做新聞報道員的假聲 我看到有很多人 長時間都是用這把聲 他不想表現自己最真實 即是穩陣 我永遠用這個狀態 我沒有差 你又不是個個懂得讀心 但這種人 你都不需要特別去交心 因為你尊重對方 其實用第二層 這個已經足夠了 即是在一些不適當的場合 他都在用新聞報道員 那種聲線 你要留意 然後就是假聲 假聲 現在這把就是假聲 我甚至看見過 有些人 他已經把假聲 變成自然的機能 他平常說話 不用用Energy 都可以用到這把聲 其實我現在用的是很辛苦 所以我要變回真聲 我現在這把是真聲 配合了一些色度的Energy 去尊重大家 而產生的一把聲線 剛剛那些是一把假聲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呢 我真的不明白 所以唯一一個解讀就是這些人 你就要是極度之小心 因為我過去認識的 百分之一百 用這把聲線的 都是會找你笨拆的 大家是極度千萬記得小心 聽聲音 是可以判斷到一個人 譬如你給我一把語音訊息 我從那裡已經可以判斷到 大致是什麼情況 然後那裡是在問問題互動 或者他問問題 從那裡也可以閱讀出很多東西 去到一個新環境的時候 其實盡可能是用回 尊重對方的狀態 在禮貌上 當然你是立於不敗之地 你也不會太容易被人閱讀到 而你去閱讀人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透過很多資料 你可以去參考回帶 因為這篇也挺長 我不回顧 然後再補充一點 有一些人 其實他永遠都是用一把自己最真的聲音 他沒有假聲 甚至他不會用第一次假聲 尊重對方的假聲 譬如這些可能是來自地盤工人 不好意思 這個要多少錢 他其實是大聲 但不代表他沒有禮貌 雖然他問的東西是有些粗皮 但他的狀態是真正的 這些人就值得交朋友 因為他任何時候都是用一把真聲 這些人就是一些很爽直 可以放心一點 但相反 譬如用第四層假聲的人 平時一群人相處的時候 他都會用那把假聲 這些人比粗口更難聽 所以大家遇到這些人的時候 極度要特別小心這種人 因為這種人我過去所掌握的資料 百分之一百都會找人問 如果跟他有錢的關係 甚至你會被他害到雞毛俠穴 見太多這種人 今天這個小分享 第一部分就是 我們憑什麼可以快速閱讀的人 第二部分就是 你可以透過這些資料去快速閱讀 那個人是中定間線 起碼你可以知道他是中定間線 對你初相識來說 已經是一個巨大的幫助 尤其是一些女的觀眾 你相識到一些男的新朋友的時候 你可以憑這些去到判斷 可以幫助你更小心去選朋友 今集就來到這裡 今早有些鼻敏感不好意思 如果有什麼想法 在下面留言 我就詳細再跟大家跟進 解答大家 如果你是新觀眾 不妨按訂閱 支持小禮的頻道 叫KTES Magic 今集來到這裡 我是KTES